看到我身后,读动的三层别墅了吗? 没错,这可是我引以为傲的资本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小杜,是一只矮角猫 别看我个头矮小,但本事却不小 因为我是整个猫镇里的老大 无论是体型壮硕的田园猫 还是憨憨傻傻的奶牛猫 甚至是有皇家血统的品种猫 都必须对我为命是从 无论我想吃什么,还是想穿什么,玩什么 他们都必须实现我的愿望 不然,我就会惩罚他们 你问我怎么惩罚他们?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是我祖传三代的开山斧,重达五金 运用了纳米技术,纤维技术,以及杠杆原理 只要筷子手手起刀落,他们的头颅就会被砍下 好啦,不说了,我得吃饭了 猪咪猪咪 小姐,我在这呢 你,叫我什么 对不起,我忘记了 公主,有什么事请您吩咐 我肚子饿了,快给我弄点吃的过来 已经为你准备好罐头了,你随时可以开吃 这个罐头,让我先查查 什么,这个罐头,在网上才卖三块八一个 这不是,在骂我散巴吗 来人,拖去砍头 妈呀,我做错了什么 算了,花黑在吗?花黑 公主殿下,我是贴身为您服务的仆人,花黑 嗯嗯,不错,非常有礼貌,也懂规矩 罐头吃腻了,我们吃点零食吧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东该是买猫粮食的赠品吧 啊,吃了 来人,拖出去砍头 难道就没有宽恕的机会了吗 你好,我是新来的,我的名字叫 你怎么长得这么漂亮,那就拖出去砍头吧 哦,不是吧,我话还没说完啊 小主人玩这游戏好像有点太肉迷了呀 是啊,我都被他吓死了 说错话,办错事就得砍头 不如我们告诉黑黑吧 对,黑黑是小杜的天敌,他一定有办法的 就这么办吧,不然我要被整疯了 嗯,不错,终于柔顺了 去戴戴项链试试 什么? 小朵,他又在犯什么公主病 看我揍不揍他就完了 公主命,押换身,装什么装 你这是羡慕嫉妒他们都会听我的 你这个小胖子天天好吃懒做 哼,还想跟我打架 我直接碾压你 就你这细条的身材,还想压住我 小胖队还挺能蹦打的 女生掐起家来也太恐怖了 我送你去帮忙 还想订我 聘费 托臊 优优优独播 azul 责托臭 ET 接 motives 我们次回好